但愿如诗歌所说,在新的一年里面,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灵性是要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更高的境地 在新年里面,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些新年的心愿,缺子也好,心愿也好 其实新年的心愿很特别,好像全世界无论哪个文化哪个民族都有这种习惯或做的方式 据说新年许愿这种做法,来源很久,来源已久 古罗马时代,甚至有人说在巴比伦人的时代,这是公元前,好几百年之前的时代 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有了,一直盛行到今天,在各国国民当中都相当盛行,受欢迎 不过,有时我们做得多,有些人说,不要去什么愿 为什么呢?怕着做不到 如果新年立志,走到一半又走不到,对吗? 也难怪的,不过,其实立志是一件好事 一个有心愿的人就比较正面 如果我们立志,我们有一个方向 我们很多时候怕着做不到,而放弃了做这件事 有时真的因小失大 其实构其原因,很多时候我们看事情 我们往往单单从结果来衡量 由结果来衡量这个过程 其实大不必要如此 就算那个目标,你不是完全答到也好 在你向着这个目标来实行的这个过程 我们说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已经得着祝福 其实已经得着祝福 所以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 所以我只是勉励大家 如果你灰心,不需要灰心 但愿在新的一年里 你为了自己的心愿 是能够努力去为了达成这个心愿 不过心愿有很多种 上个星期 应该是上个星期一 那个灵修 讲到诗篇第一篇 其实我很熟悉 不过那个灵修 在那边再默想的时候 我发觉一件事 我发觉上帝也有心愿 上帝也有心愿 上帝一样东西都可以 无所不能,他要哪样就要哪样 那他还需要什么有心愿呢? 有的,有的 没错 上帝是无所不能 他吩咐一声 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不过有些事上帝特意不做 他特意要顺其自然 让他按着自然来成就 这件事就是他的心愿 希望世人都能够归向他 但他却不是去逼我们去做 没有人握枪 你一定要信上帝 他愿意让你去愿意 当你真正发现到 上帝实在是这么美好 的时候你的心自然归向他 就好像爱情一样 勉强爱情是没有意思的,对吧? 让他自然 这个假歌书也是这样 让他自然 当说起这个心愿 其实神的其中一个心愿 祂希望我们每一个熟祂的人 都成为一个疑人 所以今天的讲题 就立志作疑人 在新年内 希望我们立志作疑人 我希望我新年可以减肥 不是还好吗? 是疑人吗? 疑人有很多好处 慢慢听我讲 你就会知道 这个诗篇第一篇 其实很多年前 不是很多,是2008年前 2008年的时候我讲过一次 那次比较着重在《诗经》解释这个诗篇 但今天我想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诗篇第一篇 只是分享三节 第一节 第三节 有关于义人 从一个不同的角度 再来分享这篇信息 有些人觉得 做一个义人 好像... 哇... 义人 怎样做得到一个义人 哎呦... 不要了,我不太高盼了 做一个普通人 那算了吧 好吗? 可能你会这样想 但《诗经》 其实是提到不少的人物 称它为义人 《诗经》 譬如提到有挪亚 譬如提到有药室 这些是很明显的义人 因为挪亚真的很伟大 我比不上的 圣经里面还提到有一个人 这个人跟我们有些好似 是外邦人 一个外邦的伯夫长 外邦的伯夫长 哥尼罗 圣经也说他是个义人 他也是义人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义人 就是我们高攀不起 其实上帝希望我们做 就希望我们走得来 就是走得到的 所以我们藉着今天 听诗篇第一篇 来思想一下 什么叫做一个义人 那怎样可以做一个义人 诗篇第一篇一至三节 讲得很清楚 很实际、很具体 请你打开诗篇 第一篇打开诗篇第一篇 一至三节 有很多人很熟悉的 其实我也会背 一至三节 找到 等一会儿 你慢慢找 当你找到的时候 我就顺便再讲下去了 圣经时常提到义人 圣经提到义人 有197次 当中提到最多的就是 诗篇和针言 单单诗篇和针言 就提了110次 但是你一定要留意一件事 说了这么多种义人 义人并不是一个毫无缺陷 没有缺点 没有软弱的 一个完美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一听义人 就以为是这样 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不是说 当然没有缺点的人 当然是义人 什么是义人 其实义人很基本的意思 很基本的意思就是 敬畏上帝远离恶事 就是圣经对歌流离的评诗 他是敬畏上帝 或者对若白说 他是敬畏上帝远离恶事 查够一下 其实义人 这个词 义是人 义的义 义人这个词 其实不是出着我们中文的 中文本身 即原本出是没有义人这个词 根据大英百科传书所说 义人这个词 其实是一个犹太教的用语用词 是由太教 《旧约圣经》里开始用这个词 当然翻译了 慢慢去到其他文词都有 我们中文其实没有这个词 我去找找 知字通监 司马光 他说人有四种 他是从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去看人 人有四种 第一种是圣人 第二种是君子 第三种是容人 第三种是小人 第三种是容人 第三种是容人 他说人是分四种 当中没有提到一个叫义人 对吧 如果我们将这个义人和他所提到的来说 比较相似的不是圣人 比较相似的不是圣人 比较相似的是君子 相似的不是一样 君子这个词是很滥用的 有些人是良上君子 有仇不报就是非君子 就是他想报仇 就是他想报仇的意思 就是他把君子拿到他那里 那些人亂说君子 原本出着于我们中国古代里面的 原来君子的意思 跟二人有点似 君子的意思就是那个人正直 那个人不作亏心事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但是圣经的意思比他更多 比他更多 圣经就不像我们现代人 说出一个词 就要有点定义 现代人很喜欢define 说定义这些其实是希腊人的文化 早期的人 特别希伯罗人的文化 他们不流行说定义 他流行说实实在在的人 很具体的人是怎样 约伯是怎样行 旧时的约失是怎样 他用人的真实行为来描述 什么是二人 所以他不是这样定义式 观察很多圣经所提到的这些二人 他们有什么特点呢 他们就是为人正直 敬畏上帝 敬拳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这些是二人的特征 你找到诗篇第一篇 我说了这么多之后 找到之后 我们一起读诗篇第一篇 一至三节 今天不多说了 太丰富了 没有时间说了这么多 好 那我们就看看 这个 就单看第一节 第一节 可以说是从一个 我不用负面 用一个消极的角度来描述 义人就有所不为之 有些义人就不做 不做些什么呢 他这书说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做恶人的座位 第一节 第一节 一提到有三种人 哪些三种人 哪些三种人 你回应 大家才分辨 有恶人 有罪人 还有虚万人 但是 你看着圣经说不重要 我不是要考虑你 又不是说你说不出佛 有些回应 我们就参与了 那你就留心点 他说了三种人 其实 就是说出一种不义的人的种种 三种 一种代表性 说了三种不义的人 是怎样的 圣经里面 其实不是怎样去分 只有两种人 司马光分四种 圣经分两种 一个是义人 一个是不义的人 一个是不义的人 不义的人 是恶人 罪人 舍万人 其实还有的 不义的人 就是行不义的事 很多时候 圣经很通常用恶人 这个字来代表这些不义的人 义人的相反往往就是 就是恶人 那我们一看恶人的时候 很自然 我们就想 哇 那些恶爷 那些恶霸 看你不顺眼 你看多他眼睛 他都会打你 那些打家劫舍 逼梁为枪 那些叫恶人 那些其实是恶爷 恶爷 恶霸 对吧 哎呀 刚刚上个星期看到一段 在Facebook有一段 这样的视频 在中国某地 哇 一个私家车很漂亮 看来的样子好像BMW 哇 他要出车 那样拦住一条路 那你拦住一条路 那些人就在其他旁边走 那样 后面又有一辆的士 可能他赶时间都不定 小小的位置 就这样去接过去 那些私家车就不让他过去 一走 阻止他 那个车又再走 他又退 结果他就撞他 拿车尾 撞那个的士 那个的士司司机 当然是生气 发火 开了车门 要走出来 谁知私家车那里 走出四条大汉 嚇到的士司机 马上走人 他要追他打 这些是恶爷 这些是恶人 没错 这些恶爷 这些恶霸是恶人 但是圣经所说的人 不是单止他这样 我读一段圣经 你或者会看到 圣经所说的恶人的范围 很广 根据诗篇三十六篇一至四节 如果你顺便打开 你可以打开 你听我读吧 他说 恶人的罪过 在他心里说 我眼中不怕神 他自夸自眉 以为他的罪业 终不显露 不被恨户 第一点 恶人就是不怕神 眼中无神 眼中无上帝 然后他说 他口中的言语 尽是罪业鬼诈 他与智慧善行已断绝 他在床上图谋罪业 定义行不善的道 不争户恶事 恶人 其实这个罪述 不一定是大奸大恶之徒 很多时候 如果你慢慢想起 有时我们也会 有时我们的口舌也很差 对吗 会的 你想想 有时会的 说说是非 不是对的事也会传 有时 人家得罪你 睡在床上 也会想想 我怎样来整理他才行 其实这些是恶人 在圣经来说 这些属于恶人 如果根据这个据述 为什么 因为恶人眼中无神 他就看不到神会有审判 神未审判 神被因典 他不知道 他就以为神是不审判 不理他 所以他才 以自我为中心 凡是对自己 他认为不理的事 他就会 不择手段 做了很多的恶事 不提那些 那么多了 他还提到一种 舍万人 舍万人 也是恶人 这是其中一种恶行 他就是 在言语态度上 舍万人 舍族不敬 囂張 傲慢 轻视 舍万人 是这样的一种行为的人 首先 他第一个是不 轻看的 就是轻看上帝 轻看上帝的审判 因为对上帝的不敬 他自然对人 就会泄逐 就会对人 是傲慢 目中无神的人 亦都目中无人 除非恶过他 恶过他 他就乖乖地 所以 舍万人 是这样的 你说 其实有很多个例子 有时 我们也有时有些习惯 用了 价值利益 价值来衡量 我们所接触的人 他和我的同工 他够不够聪明 看见他做了几件事 都不太好 这个人不值得 很多时候 我们在人与人相处 无论在工作的环境 甚至我们不知不觉 会带到来 在教会里面 我们一起同工 一起在团契里面 一起来侍奉的时候 我们也 少不免 不一定会在你不留意的时候 我们会用这种眼光 去衡量 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同工 等等 这种其实 都是舍万人 好 我们不说太多 时间 渐渐过了 接着他就有三个动词 三种人 有三个动词 这三个动词 就是不重 不站 不助 这三个动词 其实是说了一个义人 他在不知不觉当中 如果他向罪妥协 三个不同阶段的妥协 三个不同阶段的妥协 原来义人 要留意 义人不是一个身份 好像我入了美国籍 打死我也是美国籍的了 他不是这样的 原来义人 义人是没有错 要属上帝的人 但是在义人 假如他不坚守自己的立场 他一样 在某个时刻 或者某个阶段 他都会变为恶人 大胃就是这样 所以不要以为 一做了义人就永远是 不是 他不是一种的身份 是指着一个人的为人 是指着一个为人 如果是一个为人 我们必须不生去持守才行 二人都会有妥协的 所以在诗篇第一篇 一至三段 他就说了一种不从 不从国人的继谋 继谋这些主要是说到一些 劝告、观点、理论、学说 那类的东西 他意思是说不要认同那些 神不起悦的观念、思想、理论 其实不要以为是恶人才会 给出这些不合神心意的观点、理论 其实他说不从恶人的继谋 重点不是指恶人 是指那个继谋的本身 你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极端 凡是不信主的人 一概不听 凡是不信主的人 一概不理他 不是这样的 其实有时候不信主的人 都会说到一些是对的 例如不信主的人 都会反抗 都会反对那些恐怖分子 那些对不对 就是对的 我们不可以这样看 问题是提出那个议题 是否合神心意 因为这样 其实有些情况下 在我们的肢体当中 在你听的讯息里面 都有这种可能 未必是合神心意的 所以最大最大不从 是一个分辨的智慧 你要分辨得到 有很多东西我们不常看 因为我们可能会不知道 所以圣经事提到 因主会有假才知 所以我们要留意 譬如在这个世上 好时常都有说 道德是相对的 没有绝对的 很多时候 我们不知不觉 我们摘取了这种观念 以为道德是相对的 你这样看而已 我这样看 不是的 不是的 也有些人说 有一种说法 我们时常都会以为是对的 有个说法 他说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上帝帮助那些 是他自己帮助他自己的人 当然看你如何听这句说话 这句说话其实有危机在里面 对基督徒来说 他以为就是 我自己做 然后神帮我就帮 神帮我就不帮 往往会有这样的错误观念 所以不从恶人的计谋 就是我们不要跟从听从那些不义的建议 那些的圈道 那些的思想 那些的言论 第二个例子就是 不从不暂恶人的道路 道路呢 道路就是 只是人生道路的意思 英文是walk of life 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不暂恶人的道路 就是我们不要认同 不要羡慕 这些恶人 不义的人 他们那种的生活方式 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哎呀 不信主便好 不用去星期堂 星期日 我们喜欢睡觉便睡觉 喜欢去哪里便去哪里 不信主做义人 如果你看他是触摸 我当然是这样 你不需要羡慕那些人的生活方式 这些就是站在恶人的道路 开始听从 接着就好像羡慕以为他们很好 羡慕 其实今天的人的生活方式 在所有的大众媒介里面 从电视、电影、广告、刊物、书报、Internet 都在这里散布住那些不属神的人 或者用圣经的话 即是恶人 不义的人 他们那种的生活方式 那个影响真的大到无以伦比 以至到我们很多时候做了 我们都以为不是 每个人都这样做的 不差在我 每个人都去找人便宜 那我找人便宜有什么分别 我们就以那种来认同 这个就是站在恶人的道路上 其实很多事情影响我们 我一时不记得是哪位牧师 或者是哪个人说的一句话 他说在过去大约六七十年以来 有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正在进行中 他说这个革命超越了所有国界 超越了所有种族 宗教、政治、文化、性别 这个革命既不流血 亦没有暴力 却是罵得整个世界天翻地覆 他的势力势如破竹 这个是什么革命 这个叫做性道德的革命 在今天的世界里面 性道德的帝郎 影响到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共产党政权也好 或者回教的极端政权也好 哪个国家都受影响 这些是恶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不要站在这种生活 不要认同这些生活方式 正如我说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 当然不可以 最后他说 不助舍万人的座位 坐位呢 我们看以前的意思就是一同坐直的意思 以前也跟我们中国人很相似的 中国人都要一起喝茶、聊生意 一起坐在一起 以前的人都很流行这样 一同坐直的时候 那个意思就是同火的意思 与他一起是同流合污的意思 这些说话 不助舍万人的座位的意思就是 在这些舍万人的罪当中 我们不要有沾染 不要与别人的罪有焚 不要有参与 不要协助 甚至促成对方行罪行的 这个机会在当中 这个叫做不助舍万人的座位 你看到是渐进的 首先是听从了那些言论、理论、观点 第二是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 第三是尽一个地步就是与他同火 一个异人呢 这三样东西都不好做 先紧守第一 所以这个要特别留意 二人都一样会有行恶的倾向 刚才我说过二人其实不是一个身份 是一种的为人之道 所以我们不要做这件事 有时说好像不容易 我们怎样仰恨 跟这个世间上真的分别开来呢 其实有一件事我们要很留意的 就是 越是不让人做一件事 所以他越是做 昨天我们去家乐团 大家弟兄姊妹聚在一起 你知道那些妈妈、爹地 一定是讲小孩经 如何教小孩 很多时候小孩 你越不让他越要那样东西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 你有一件事取替他 取替他 不想小孩 如果小孩经常玩枪、刀刀剑剑那些 哦,换了其他东西 换了其他东西 换了其他东西 给他一个铲子去学习种花 给他一些積木 或者有一只小狗 让他养一下 你有些东西取替他 当我们要行义的时候 亦都可以用这种方式 这个就是在第二节的说讲 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就夜思想 这个人是有福的了 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律法包括了一切的戒命 典章、律例、教训、指引 这些都在神的话语、圣经里面 都有这些在这里 原则都已经有在这里 所以二人呢 二人就是要以耶和华的律法为乐 并且要因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而时时去思想、誓着 直着去思想神所说的说话 在这里和神有一个交接 直着和神不断地在这个交接的祷告当中 我们去尋求神的心意、神的带领 在每一件事上都可以这样做 更加在对我们人生有影响的事上 更加需要如此 所以他说 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就夜思想 这样呢 这个人是有福气的 其实这个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当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的时候 我们就要听从主的吩咐 当我们不暂去恶人的道路的时候 我们就要常常与主同行 当我们不在世万人的座位 所以就是不与他的罪有份的时候 我们应当以父家的事 或者是上帝国度的事为念 谋求我们如何参与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来促进上帝国度的彰显 其实这个是一个对比 所以做一个异人 不是很难 但也不简单 他清清楚楚 告诉我们 一个异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圣经就形容他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这些是描述一棵树 是用这个来比喻 一个异人的生命 一棵树 只要它有阳光 有充足的水分 下一棵树就自然生长茂盛 健康的树 它就会自然结果子 那么一个异人会怎样呢 同样一个异人 他的生命 他人生都好像一棵某城的树 他的生命是从上帝而来的 他的水源在哪里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耶和华的律法 这个是他生命之量 是他生命之水 如果他能够时时去嘴酌食 时时去思想 单单读了不够的 读了之后要时时思想 嘴酌消化 直至走出来 这样 生命就会很丰盛 最后一点提一提 就是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你说是吗 尽都顺利 那看你怎样看顺利 这个章面就在那里了 什么叫做顺利呢 很多人以为顺利就是 风调雨顺 安安日日 心想事成 这样叫做顺利 其实我告诉你 你也知道 这样看顺利的观点 往往反映出 他是对人性的了解十分缺乏 人性 你给他风调雨顺 不是最好的 人性是怎样的 如果人 如果他不受到外界的压力 受到艰难 受到挑战 他自己就会成为自己的problem 人是这样的 他不受到外界的压力 这些挑战来到 他自己会成为自己的困难 自己的问题 单个人如此 教会也是如此 我相信你时听的 当那些教会正是想着 我们自己怎样好 怎样好 忘记了上帝的大使命的时候 那些教会时时出问题 人是这样的 所以 如何为之顺利呢 凡他所做的都顺利 就是说 在凡事上 他都看得到上帝的带领 得到上帝为他所预备的 一切的按着时候 就是上帝的时机 上帝的机缘 上帝给他的祭遇 来结果子 这些果子是很多方面 在整个过程当中 他灵性的成熟 整个过程当中 他更深的认识自己 整个过程当中 他也认识了别人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果子 好 说完了 今天的广题就是 其实希望新几一年的里面 我们可以立志 做一个义人 这个是我的立志 我那天去灵修的时候 看回这个 我觉得真的要做一个义人 立志去做一个义人 我不是以那个结果 来衡量我整个过程 我看着目标 我不断去做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立志 听上帝的说话 我们今天回到敬拜 没错 我们都知道敬拜是很重要 但是比敬拜更加重要的是什么 是听从 敬拜就好像献祭 撒母耳先知指责掃罗 听命盛于献祭 我们回到敬拜是很好的事 绝对是需要 绝对是好的 但是要走多一步 我们要听从上帝的话语 今天我向大家 说出上帝的心意 希望你和我 我们都在新年里面立志 做一个义人 做一个义人 如何呢 不是太难 不过需要做一些功夫 不从 不扎 不挣 还要如何呢 尝试不要像一个责任 尝试去喜爱上帝的话语 思想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开始不同 只要我们这样做 我们就已经是义人了 义人是一个为人 不是一个身份 好 愿意在此 和大家分享 几节的经文 听 company 道 their 不是 欢迎 留学